大家好,爱情悬疑剧《迷雾》的家见面了,女神金男柱要复出了 成绩五年后,韩国演员金男柱将一新剧《Wonderful World》正式宣布复出 2008年,爱情悬疑剧《迷雾》播出后,取得热烈的反响 她在剧中饰演女主角高慧兰,干练冷酷的顶尖主播,因陷入一起杀人案件而被当作嫌疑人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故事 她对待事业极具野心,依心要守住自己的位置 面对激烈的竞争和挑衅也毫不畏惧 而在那场凶杀案件风波里,她深入沼泽 而与她造与形成陌路的丈夫,却仍相信她 并竭尽全力地为她辩护,令人感动 但随着案件的抽丝剥茧,更多的真相却浮出水面 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 剧情紧凑,四季全员演技在线 迷雾播出后,收拾节节攀升,且引发各类讨论 相关话题轮番登上热搜榜单 足见这部剧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最难助演技自然成熟,且撒爽大女主气场强大 令人眼前一亮 在近几年韩剧里,高贵兰觉得是尤为特别的那个 不过该剧高开低走,最终大结局狠狠的烂尾 令所有追剧的观众感到错愕与愤怒 原本一路走过的豆瓣平分也瞬间下滑 如今定格在了中规中矩的7.3 非常的可惜 这次的新剧《Wonderful World》是悬疑复仇类型 金南珠饰演女主樱秀贤 心理学教授兼知名作家 原本美好的生活因年幼儿子的无辜去世而被全部改变 此后,她向加害者进行复仇 也在此过程中治愈了自己 这部剧的男主邀请了陈宜佑 她在剧中饰演二十代医学生全善律 善良正直 与女主美丽邂逅 双向奔赴与救赎 陈宜佑是韩国男团Ostria的成员 长相帅气 在粉丝中拥有极高的人气 这两年也在转型做演员 主演了《我的ID是江南美人》 《女神降临》等都市爱情剧 饰演的角色都是阳光帅气的类型 也有尝试其他类型的作品 比如玄幻曲魔剧《Island》 她在剧中饰演曲魔是约翰与李多西 金南集饰演的角色团结起来抵抗妖怪 据悉 金南珠与陈宜佑在新剧中还有爱情戏份 显女主的身份是已婚 两人是禁忌的婚外情 大众对此褒贬不易 现实生活中 金南珠与陈宜佑年龄相差26岁 年龄感太强 不是轻易可以忽略的 与爱情戏相比 他们俩反而更像是母子 这样的搭配 观众在看剧的过程中可能会感到违和 但也有人觉得CP感这个东西很微妙 如果两人氛围刚好演技到位 依然能碰撞出奇妙的活化 这两年 影视剧作品里的姐弟恋年级相差 越来越大 虽然有翻车的反面例子 但正面的有很多 日剧《闲者之爱》 女主中山美岁 与小奶狗龙兴良相差23岁 而且剧中两人是父仇女 与其闺蜜儿子的关系 韩版《纸之月》 女主金瑞亨 与饰演她情人的李世忧 相差了26岁 台剧《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 女主蔡树珍与小鲜肉朱宣扬 相差24岁 内地都市剧 理智牌生活 女主青岚与年夏弟弟王河蒂 相差了19岁 这三对都是相差了20岁左右的 姐弟恋碎皮 但因为姐姐保养得当 弟弟乃苏干十足 两人搭配在一起 形成了暧昧拉扯的爱情氛围 所以观众不仅不觉得违和 反而磕得挺欢乐 新剧《Wonderful World》 最终主演阵容还未确定 女主金丹珠 参演的概率很大 吃饮忧还在商讨中 剧集将在明年上万年制作完成 并播出我们拭目以待 韩剧这一到两年前 副后继的拍摄复仇剧 从美化到被压迫 到无力反击 到复仇 这是人性觉醒的必然过程 由金恩书编剧 宋慧桥主演的大女主剧 《黑暗荣耀2》上线 第一部得到了铺天盖地的好评 甚至一席宋慧桥往日的颓势 事无可挡地得到了观众的力保 口碑即浪漫满屋后再次上升 即使在这期间 钱福宋忠记又把私人情感暴露得轰轰烈烈 占据各大媒体的头条 金恩书编剧采访时传达过这样的说法 该剧的思路源于和女儿探讨 韩国非常严重且普遍的校园暴力问题 女儿问她是更心疼被别人霸凌的自己 还是去霸凌别人的自己 新编剧不希望自己女儿成为讨厌的霸凌者 但是她能保证如果霸凌自己女儿的人 她一定有能力追她到地狱的尽头 这些话听起来很爽快 可是如果没有能力的普通人 却面临着被欺负 却无法求助的困境 所以金编剧说 她一定会把东恩写的复仇成功 观众爱看复仇剧的原因就在于此 普通人见过无数被漠视欺负的模样 却从来没见过如何打败 欺负自己的人的模样 所以黑暗荣耀呼声特别高 枉飞甚至表态 韩国五千万人 一起观看服务器也不会瘫痪 可见人气有多火爆 金弹珠即将出演的新剧《美妙世界》 看情节可能很难超越黑暗荣耀 毕竟现象即爆火 靠天不靠人 不过这也不影响观众继续观看 各有各的精彩之处 《美妙世界》讲述的是金弹珠 饰演的女主人公 作为妈妈的身份 因失去无辜的儿子 向加害者复仇的故事 因为该加害者居然获得了法律的原谅 主旋律其实是合理的 但并且还是加上了离奇的爱情之线 在复仇过程中 与为了她可以牺牲生生命的 一直守护她的二十多岁的神秘医学生 全山律相爱 今晚女主朴和娜是个完美人设 比如学习很好 擅长运动 具有乐器演奏天赋 还是一位社会地位很高的心理学教授 但是作为五十一岁的现实年龄 她这次要在剧中饰演二十多岁的学生哦 日前演员金男猪为某时尚杂志 拍摄了一组写真照 照片中金男猪秀出了自己完美的身材 纤细又不是性感 网友们看到之后都纷纷表示 这一点都不像是已经年过半百的人 说她是三十岁出头 都有人相信 金男猪出生于1971年 今年也已经51岁了 但是依然保养的非常好 一直以来金男猪对自己的身材和外貌要求 都是极其严格的 不仅为了在镜头面前保持自己最好的状态 而且也是热爱自我的一种表现 所以金男猪一直都是很多观众心目中 总想要成为的女性 虽然金男猪本身拍摄新作品的频率比较低 但是她对于剧本的挑选非常严谨 在挑选角色的时候 也充分考虑自己的契合度 所以每次出演新作品 都能够引起巨大的反响 其中迷雾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很多到了她这个年纪的女演员 都会选择饰演一些婆婆妈妈类型的角色 但是她坚持出演了职业女性 更加彰显了自己的个人魅力 金男猪不仅演技好 而且性格也很坦荡 一些观众放到她以前年轻时候的照片 都表示与她现在的样子有差距 在网上演一番了一些讨论 一般来说 女明星都不会承认自己整容的事实 但是金男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大方承认了自己确实是有微调的 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而且她认为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 只要在安全范围内让自己变美 就不需要接受大众的批判 此外金男猪对待自己的感情是很开放的 金男猪现在丈夫金城佑是一位二婚男人 金城佑在与金男猪结婚之前 曾经与李美妍有过一段婚姻关系 很多人都认为 以金男猪的条件完全没有必要嫁给二婚的男人 但是她则表示 自己是因为爱情 所以选择和对方在一起 并没有在意太多的客观条件 而且结婚之后也可以看出 金男猪对于自己的家庭是非常重视的 即使拍戏的工作很忙碌 但是仍然把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照顾得很好